議員王家晉在9年5月底 台南市營家陳時中部長 對抗疫情的僑親補促 對照今年5月 大家心驚驚在對抗疫情 議員支出 向台灣營出的疫苗不夠 就算市長的簽署聲錄 台南市民絕對有創作的疫苗 王家晉也要求市長要趕緊對現聲錄 您說要動用第二季北京 讓BNT的輝瑞疫苗 買好買滿 我們對執政黨有要求 難道錯了嗎 今天執政黨胡言亂語的開口號 胡言亂語的承諾 9月可以嗎 因為我知道其中很多陷阱 所以我就把它加了前提 通通簽了嘛 因為我前二加前提 您那麼聰明決定 你為什麼要簽 10月 11月12月 原題就是不違反政府法律嗎 這算包括議員 李文准和張伯昂也分別為勒工所困 老人的憲法補助和生育補助來簽名 議員認為 同樣索困 為何樂工和隆民的補助經驗不一樣 你65歲以上的中間憲法費補助 議員也希望能夠依照不一樣的比例來補助 並提醒我們市的新約補助 對處市長輝贏會來心中幾位 帶我們新聞人跟劉品妍 蔡鳳報道 不要開玩笑的口令 不要開玩笑的口令 市長輝贏會來心中幾位